齐国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 共约825年历史 齐国自江太公江子牙被封国剑邦 到齐桓公江小白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成为中原首位霸主 齐国一直都是屹立在东方的大国 又是如何沦落到被田氏取代 逐渐灭亡的呢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灭伤后分封天下 首封师傅江子牙与盈秋 金山东资博士临资区 以稳定东方建立齐国 侍卫齐太公 因齐太公为江姓吕氏 故又称为吕氏齐国 齐太公东去救国后发展工商业 利用当地愚言之力 使得齐国人口大增成为大国 齐后数年间周五王去世 周成王继位 周朝发生三间之乱 怀疑徐疑也相继起兵返州 周成王命赵公对齐太公说 东至海 西至河 南至牧陵 北至无地 武侯九伯 时得征知 齐国由此得到征伐诸侯之权 可见齐国在诸侯中的地位 随后齐太公留下三儿子 秋木公履印镇守齐国 与长子履吉回到岗京辅佐周王室 前1015年 在为31年的齐太公在周都岗京病逝 终年139岁 齐子履吉继位 侍卫齐丁公 齐丁公继位后也没有前往封地 而是继续在岗京担任虎奔之职 统领王宫的卫戍部队 前975年 在为40年辅佐三朝的老臣齐丁公去世 本因嫡子吕继继位 但吕继却将国君之位让给了弟弟吕德 视为齐以公 而吕继则留在周王室辅佐周穆王 被封为太父 齐以公继位后 仍采取齐太公的治国之策 使得齐国国力蒸蒸日上 前932年 在位43年的齐以公病逝 齐子吕慈姆继位 视为齐鬼公 这一时期周朝国事衰落 屡屡遭到西戎进攻 周天子甚至被迫迁都避难 而齐鬼公事迹不响 前890年 在位42年的齐鬼公去世 传位齐子吕不臣 视为齐哀公 此时周王室仍处于衰落阶段 诸侯们甚至不来朝见进攻 而最为嚣张的便是喊出那句 我蛮一眼 不与中国之好事 将三个儿子都封王的 楚国国君雄取 前883年 因祭侯向周仪王进谗言 周仪王便杀鸡井侯 将齐哀公喷杀 改立齐哀公之地 屡敬为君 视为齐虎公 前866年 齐虎公为了防止祭国暗算 将国都从营丘迁往伯孤 引起齐人怨言 前860年齐虎公之地屡山 率领营丘人 袭杀齐虎公 并将虎公之子驱逐出境 自立为君 视为齐县公 前859年 齐县公将都城再次迁回营丘 因营丘灵靠滋水 故改名为林姿 前851年 再为9年的齐县公去世 齐子屡受继位 视为齐武功 前841年 周历王被国人驱逐 少穆公 周定公二位向国 共礼朝政 号称共和 视为西周共和元年 自这一年起 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纪念 前826年 齐武功将女儿姜氏 嫁给周宣王 将后脱簪 劝谏周宣王 使周宣王感动 历经图治 才有了宣王中兴 前825年 再为26年的齐武功去世 周宣王感念其嫁女之恩 特赐其嗜好为武 齐武功之子 吕无忌继位 世卫齐历公 前8106年 焉齐历公昏庸暴虐 齐人便联络在外逃亡的 胡功之子入齐 一同攻打齐历公 此次内乱 最终在位9年的齐历公被杀 胡功之子战死 齐国人又拥立齐历公之子 吕赤继位 世卫齐文公 齐文公继位后 将参与沙利公的七十人全部处死 并接受他父亲的教训 小心谨慎地处理国政 使得齐国政局建居平稳 结束了长达40余年的宫廷内乱 前804年 再为12年的齐文公去世 齐子屡托继位 视为齐承公 这一时期 周宣王四处征伐 接连战败 曾经的宣王忠兴 终归是昙花一现 周王室已然遥遥欲坠 前795年再为9年的齐承公去世 齐子屡购继位 视为齐庄公 齐庄公继位之初 因齐国之前的内乱 导致国力元气大伤 齐庄公便继续沿用齐太公的治国方略 发展经济与民休息 使齐国得以从衰落中迅速崛起 前770年西州灭亡 东州建立 周平王东迁落役 春秋时代开启 齐国仍在齐庄公带领下 默默发展 积蓄国力 为后世齐国霸业奠定基础 前731年在位 共64年 齐国中兴之主齐庄公去世 齐子吕陆府继位 侍卫齐西公 前720年至前714年间 齐西公多次主持多国会盟 并平定了宋 魏 正三国之间的斗争 前713到710年间 齐西公联合卢颖公 郑庄公 攻打成国 许国 平定宋国内乱 前709年 齐西公与鲁桓公在营地会见 将女儿文将嫁给鲁桓公 前706年 北戎攻打齐国 齐西公派人到郑国求援 郑国太子呼帅君 大败荣君 前705年至702年间 齐西公联合郑国 魏国 攻打背叛郑国的盟义 相义 并攻打鲁国 与鲁军在狼地交战 前701年 齐西公与魏国 郑国 宋国 在鄂草举行会盟 前699年 齐西公联合宋 魏 燕 三国攻打鲁国 被郑立公率领 郑 鲁 继 三国联军击败 前698年 齐 宋 魏 陈 蔡武国攻打郑国 郑国毫无防备下 被打的大败 五国联军攻入郑国都城 焚烧取门 取走郑国太庙的船子 同年 在位33年 春秋三小霸之一的 齐西公去世 齐子吕朱儿继位 视为齐湘公 前694年 鲁桓公携带 妻子文将来到齐国 与齐湘公会见 齐湘公与妹妹文将私通 被鲁桓公得知 于是 齐湘公设样款待鲁桓公 将其灌罪后 派人勒死了妹夫鲁桓公 同年7月 齐湘公在魏国 手指召开诸侯盟会 郑国国军 郑子伟前来赴会 燕齐年少时 与齐湘公发生过争斗 齐湘公便暗中埋伏 代甲武士 杀死郑子伟 一年里 齐湘公联视二军 引起齐国内部 诸公子们惶恐不安 管仲带着公子鲁 逃到鲁国 报书牙带着公子小白 逃到举国 前693年 齐湘公已报 九世之仇的齐号 兴兵功伐纪国 占领纪国三城 前690年 齐湘公再次出兵 攻打纪国 攻破纪国都城 纪国国军逃亡 纪国灭亡 正所谓 九世有可以复仇呼 虽百世可也 齐湘公终于报了 齐先祖齐哀公 惨遭烹杀之仇 前688年 齐湘公奉周天子之命 率领诸侯 共同讨伐魏国 护送魏惠公回国复位 前687年 齐湘公与文江 在房地相会 前686年 齐湘公的堂兄弟 公孙无知 联合大臣发动政变 是杀在位12年的齐湘公 自立为君 视为齐前废公 前685年 齐国大夫雍领 杀齐前废公 齐国内部大乱 公子小白与公子鸠 都想回国争当齐军 鲁庄公发兵 护送公子鸠回国 而报书牙 则亲自为小白驾车 日夜兼程地赶往齐国 但遭到管仲率鲁军埋伏 管仲一箭射中小白身上铜制衣代沟 小白趁机咬破舌尖装死 骗过了管仲与鲁军 待管仲与鲁军离去后 小白直入林姿 被齐人拥立为国君 侍卫齐桓公同年秋天 公子鸠与鲁军赶到林姿以西的前十 齐桓公亲自率军营战 大败鲁军 并趁势进攻鲁国 进夺鲁国问阳之地 鲁庄公在齐军压力下杀死公子鸠 并将管仲押送齐国 齐桓公本欲杀管仲 但在报书牙的建议下 败管仲为相 并称齐为重负 前六八四年 齐国再次进攻鲁国 鲁庄公用曹贵之策 一举击败齐军 前六八一年春 在管仲的建议下 齐国与宋、郑、陈、蔡、朱等国 在齐国举行北姓会盟 齐桓公首开以诸侯身份 主持天下会盟 同时因遂国拒绝入盟 会盟结束后 齐桓公出兵攻灭遂国 同年齐桓公攻打鲁国 大败鲁军 鲁庄公起河 齐桓公与鲁庄公在科帝会盟 会盟上曹贵劫持齐桓公 迫使齐桓公 归还被齐国占领的问阳之地 齐鲁签订盟约 事后齐桓公本想拒绝对线承诺 但在管仲劝谏下 还是归还了问阳之地 以至于诸侯们都认为 齐桓公有幸于 前六八零年春 宋国背叛北姓会盟的盟约 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 率领联军和兵法宋 迫使宋国求和 同年冬 齐桓公与宋 魏正以及周王是代表 结盟于眷地 前六七九年 齐桓公以自身名义 再次召集宋 臣 魏正在眷地会盟 诸侯共推齐桓公为盟主 霸主之业由此开始 前六七八年 齐桓公又曰鲁 宋 臣 魏 正 许 华 藤等国 在幽帝会盟 会上诸侯再推齐桓公为盟主 承认齐桓公霸主之位 前六百七十二年 陈国公子陈丸逃到齐国避难 齐桓公任命他为公正 后陈丸改姓为田 齐桓公不会想到 屡是齐国的命运 将会被这个逃亡的公子彻底改变 前六六三年 山荣攻打燕国 燕庄公向齐国求援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 出兵北伐山荣 攻灭山荣附属国孤主 令知 燕庄公为了表示感激 一直护送齐桓公到齐国境内 齐桓公称 诸侯相送不能出境 我不可以无礼于燕 便将燕庄公所到的齐地 尽属戈与燕国 并命齐复修先祖赵公之政 纳贡于周天子 前六五九到六五八年间 齐桓公再次出兵 援救被敌人攻打的行果 并帮助魏国复国 前六百五十六年 楚国攻打郑国 郑国招架不住 向齐国求援 齐桓公率领齐 鲁 宋 陈 魏 正 许 曹 八国联军南下进攻楚国 双方相持不下 后通过外交谈判 双方在赵陵定立盟约 楚国恢复向周天子纳贡 联军退兵 前六五五年 周王室发声更立太子之事 齐桓公约鲁 宋 魏 许 曹 臣等国再逃会盟 将王太子政扶上周天子宝座 视为周襄王 前六五一年 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奎秋 周襄王赐其天子车马 祭肉 会上齐桓公带周天子号令诸侯 立下武进条款 此时 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巅峰时期 会盟结束后 齐桓公试图效仿三代风扇泰山 但在管仲劝谏下打消念头 前六四五年管仲病重 齐桓公问管仲谁可以替代相位 管仲推荐了习鹏 并要求齐桓公远离开坊 树雕 一牙三人 管仲死后一个月 环管五节之一的习鹏也病逝了 齐桓公再次让豹书牙称相 豹书牙同样劝谏齐桓公 让其辞去这三个人 齐桓公答应后豹书牙才称相 前六四四年 齐桓公又想念起这三个人 并将他们都征召回来 豹书牙再次劝谏魏国 不久 豹书牙便因此抑郁而终 前六百四十三年 齐桓公病重 朱公子们各率党与争夺军位 一牙 树雕等人将齐桓公软禁 齐国内乱 没有人理会卧病在床的齐桓公 同年冬 这位在位了43年九和诸侯一框天下 成就春秋守卫霸主的齐桓公 竟惨遭饿死 死后足足67天 乃之尸虫出于户 才被一牙 树雕所立的齐军 齐中废公屡无鬼收敛 前六四二年春 宋湘公率领联军攻打齐国 以助公子昭归国征位 齐国大夫迫于压力下 杀齐中废公 树雕 吴窥等人 盈利公子昭继位 侍卫齐孝公 此次动乱过后 齐国衰落 齐桓公霸业告终 前六三九年 宋湘公试图继承齐桓公霸主之位 惠和诸侯以盟主自居 引起齐孝公不满 前634年鲁国发生饥荒 齐孝公趁机攻卢 后在鲁国大夫柳夏慧 前使劝说下退兵 前633年 在位九年的齐孝公去世 齐国再度发生争夺军位之乱 最终齐桓公之子吕潘 是杀齐孝公之子 夺位成功 视为齐昭公 前632年 晋国在成仆之战中大败储君 随后 晋文公会蒙齐送等国于建土 成为中原第二位霸主 前613年5月 再为20年的齐昭公去世 齐子吕涉继位 视为齐后废公 同年10月齐桓公之子吕商人 是杀齐后废公 自立为君 视为齐一公 前609年因齐一公荒淫好色 被齐夺妻的车夫将其试杀 在外逃亡的齐桓公之子吕延继位 视为齐惠公 至此 齐国这场长达35年的内乱 以齐桓公五个儿子 相继夺得军位为重 终于告一段落了 前599年 在位十年的齐惠公去世 齐子吕吾也继位 视为齐请公 前593年 晋国大臣切克 出使齐国 齐请公之母嘲笑切克搏脚 同年 齐国使者到达晋国 切克拘捕并杀害 齐国四位使者 前591年 晋国攻打齐国 齐请公派公子将 到晋国做人质 前589年 齐请公出兵攻打鲁国 魏国 二国招架不住 向晋国求援 随后晋景公以切克为主将 讨伐齐国 在安支战中 一举击败齐军 齐请公与大臣队换衣服 才得以逃亡 前588年 齐请公入晋国 会见晋景公 想要遵齐为王 被晋景公婉拒 回国后的齐请公不再兴兵出战 转而变得低调内敛 镇纪百姓 颇得民心 前582年 在位17年的齐请公去世 齐子吕还继位 侍卫齐陵公 前582至前568年间 齐陵公遵禁为霸主 数次参加晋国会盟 并出兵追随晋侯 四处征战 前567年 齐陵公挥师伐来 功面来国 齐国将遇扩张至河北地区 前559年 齐陵公派遣大夫崔柱 从晋侯伐寝 同年 周灵王赐命齐陵公 齐陵公便借机 不再听从晋国号令 有争霸之意 前558至前555年间 齐陵公五次兴师攻打鲁国 前555年 晋国见齐国叛晋法� 于是率领鲁 宋 魏 臣等 十二家诸侯国兴师伐齐 齐陵公亲自率师御敌 大败而归 联军直逼齐都林兹 后因楚国趁机法政 联军由此撤兵 前554年 齐陵公病重 改立公子牙为太子 同年5月 在位28年的齐陵公去世 大夫崔柱接回顾太子吕光 杀公子牙 拥立吕光即位 秀为齐后庄公 前58年 在位6年的齐后庄公 燕宇崔柱之期东郭江司通 被崔柱与庆风埋伏袭杀 随后 崔柱自立为右相 庆风为左相 并拥立齐后庄公之地 吕楚旧继位 侍为齐景公 齐景公继位后 崔柱独揽朝政大权 燕齐惧怕弑君之事 流于史册 便命史官太史伯 修改历史 太史伯提笔便写 下午月 崔柱谋杀国君光 崔柱大怒下 挥剑杀了太史伯 随后 命齐帝太史众 太史书继续修改 二人依旧是召职而书 崔柱又拔剑杀了二人 接着又将齐帝太史记召来 结果依旧是那几个字 崔柱无奈下放弃规去 前546年 左相庆风攻灭崔氏 崔柱自已身亡 庆风开始独揽朝政 前545年 庆风遭到齐国大夫联合反对 被逼逃亡 前532年 形同傀儡的齐景公 在国弱 燕英等忠贞之臣的辅佐下 终于亲礼朝政 随后 齐景公拜燕英为齐相 历经图治 虚心纳建 试图恢复先祖的霸业 前526年 齐景公攻打徐国 徐国与邻国告 举二国进阶臣服 前522到517年间 齐景公交好魏国 救援宋国 安定鲁国 深受诸侯的赞赏与信赖 前502年 齐景公率军 攻克靖国东部战略要第一移 金山东辽城 前500年 齐 鲁 魏 正四国正式结盟 形成对靖国东方战线的包围之势 同时 齐景公派遣燕英 出使楚国 以共同抗击靖国 前497到490年 靖国内部范事与中杭氏叛乱 齐景公率领反进联军 趁火打劫 但接连被禁军击败 前490年 在位58年 试图恢复霸业的齐景公 抑郁而终 幼子 旅途继位 史称齐燕如子 前489年 田起联和朱大夫 发动政变 试杀齐燕如子 自立为相 并立公子吕扬生为傀儡 侍卫齐道公 前485年 田起之子田长 怂恿齐人 袭杀齐道公 立齐子吕人继位 侍卫齐建公 前484年 吴王夫差北上逐鹿中原 联合鲁国 率军十万进攻齐国 齐国代府国书 率军十万迎战 双方在爱陵展开决战 此战吴王夫差 全歼十万齐军 齐国中军将国书 与朱大夫进阶被俘 自此 田氏再无对手 齐国大权 落入到中日收揽民心的田氏手中 前481年 齐建公试图驱逐田氏 但被田氏击败 齐建公仓皇逃亡 后被田长的追兵所杀 田长改立齐帝 吕奥为军 视为齐平公 孔子得知此事后大怒 请求鲁埃公发兵救援 但同样身受三环之乱的鲁埃公 无能为力 前456年 再为25年的齐平公去世 齐子屡计继位 视为齐宣公 田氏田香子为相 执掌齐国大权 前453年 靖国赵 为韩三家功灭治世 瓜分靖国 战国时代来临 前440年田香子去世 齐子田庄子继承相位 前413年 齐国出兵法晋 毁皇城 金山东贯县以南 维阳湖 金河北大明县东北 前412到408年 齐国再次出兵 公法鲁国 葛国 安陵国 攻取鲁国两座城池 前405年 再为51年的齐宣公去世 齐子屡带继位 视为齐康公 同年 田氏内部争权分令 田和继承相位 田惠以领秋投靠赵国 并请求三进出兵援助 前404年 三进同盟出兵进攻齐国 大败齐军 俘虏齐康公 并命齐向周天子提出 册封三进 前403年 周威列王正式册封韩 赵 魏三家为诸侯 前391年 齐康公被田和放逐于林海的海岛上 田和自立为齐军 前390年 田和出兵攻打魏国 攻取襄阳 随后与魏武侯会盟 请求齐为自己求得诸侯之位 前386年 魏武侯向周王室施压 周天子不得不册封田和为齐侯 史称田氏代齐 至此立国658年的齐国将其灭亡 田和仍然用齐国名号 士称田齐 前385年田和去世 士号太公 齐子田善继位 视为齐废公 前384年 齐废公发动收复领秋的战争 被魏赵联军击败 前380到378年间 齐国两次公宴 三晋两次伐齐 齐军接连败北 前379年 将齐末代国君齐康公去世 田氏并齐十亿 屡上至此绝寺 前375年 在魏九年的齐废公 被齐帝田武施杀 田武立齐子为君 又于同年再次将齐袭杀 自立为君 视为田齐还公 前375到370年间 诸侯趁齐国内部动荡不安 屡屡发兵攻齐 鲁国攻入齐国阳关 魏国攻击薄陵 燕国击败齐军 魏军攻占齐国薛陵 赵军攻占真城 齐国屡战屡败 国势一落千丈 前368年三晋内乱 田齐还公趁机发动第一次反共 攻取魏国官城 前360年 赵魏共同攻齐 齐军再次败北 前357年 扁鹊来到齐国面见田齐还公 称齐有吉 不至将身 田齐还公称寡人无吉 15天后 田齐还公重病发作 扁鹊逃离齐国 于是 在位18年的田齐还公病逝 齐子田因齐继位 视为齐威王 前356年 三晋趁齐国国丧之机 出兵攻打齐国灵丘 前355年 邹继劝谏齐威王不要沉溺于九色歌舞 齐威王幡然悔悟 拜邹继为相 封齐为成侯 同时 创办纪下学功 设大夫之号 以招揽天下贤才 前354年 三晋再次内战 魏国包围赵都邯郸 赵国向齐楚求援 前353年 齐威王以田继为主将 孙病为军师 兵分两路救援赵国 一路围攻魏都大梁 一路围救赵国 同年十月 孙病在桂陵设服 大败魏军 俘虏魏军主将旁娟 前352年 齐军趁势联合宋 魏二国包围魏国重镇相邻 但三国联军被魏五族击败 前344年 魏惠王摆出天子仪仗 召开逢则之会 韩旗二国对此不满 没有赴惠 前343-341年间 魏国发兵攻打韩国 韩国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等到韩国五战五败后 再派田记孙病出兵攻打魏国 随后孙病再次诱敌设服 在马陵之战中一举歼面卫军 俘虏魏太子身 唐娟羞愧下自稳身亡 此战过后 魏国霸业终结 齐国则称霸于东方 前334年 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会盟 魏惠王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朝见齐威王 遵齐为王 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 于是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 史称徐州相王 前323年秦国入侵齐国 齐威王派遣匡张率军迎战 一举击溃秦军 前320年 在为37年的忠兴支主齐威王去世 齐子田辟将继位 侍卫齐宣王 同年齐宣王迎赴于秦 与秦结亲 并前使赢回了曾被相国邹记构陷 而逃到楚国的大将田径 前319年 齐宣王与三晋和楚国结盟 五国伐秦 但齐并未出力 反而趁赵 未被秦国击败时 趁机攻打赵魏二国 前314年 齐宣王趁燕国内乱 出兵一举攻下燕都记 占领燕国 前313年 越国企图攻伐齐国 齐宣王前使游说岳王无将 一师攻处 同年 楚怀王中了张仪轨迹 与齐国断交 前312年 楚怀王攻勤 齐宣王公为齐楚二国接拜 燕国趁机复国 前301年 因楚怀王屡屡失信于诸侯 齐、韩 魏三国合并攻处 齐军主帅匡张 在垂沙之战中大败储军 斩储军两万 随后 韩魏二国占领楚国大片土地 而齐国未得寸土 仅仅得到了楚国派来为制的太子恒 同年 在为19年的齐宣王去世 齐子田地继位 侍卫齐敏王 朝政由相邦孟长军田文执掌 前298-296年 孟长军发起齐 魏、韩三国合纵攻勤 由齐将匡张统帅 匡张率军征战三年 一直攻破韩谷关 迫使秦国求和 秦昭湘王 割地自救 归还未韩土地 联军方才退兵 前296年 燕国趁齐国空虚知己偷袭 齐军班师回国后大破燕军 齐勉王本想借此时机灭焰 但在苏秦的游说下转而恭送 前295年 燕昭王派兵驻齐恭送 齐国恭取述城 前294年 齐国贵族田甲劫持齐王失败 事后齐敏王猜忌孟长军填文 孟长军被迫出走 苏秦成为齐国相邦 前288年 秦昭湘王自立为西帝 遵齐敏王为东帝 后被苏秦之兄苏代骗去帝号 并再次组织合纵攻勤 前286年 在向邦苏秦的极力鼓动下 齐敏王出兵一举吞并颂国 天下震动 诸侯频繁会盟 齐国逐渐孤立无援 前285至284年间 秦 燕 魏 兆 韩 韩武国合纵攻起 恍然大悟的齐敏王车列了间谍苏秦 随后 燕江越义率领燕军 连下齐国七十余城 齐国疆土只剩下 去与吉墨两城未被攻下 在魏17年的齐敏王 在逃亡中被楚将闹持所杀 前279年 齐将田丹凭借吉墨一城之兵 以火牛阵大破燕军 全部收复失县的七十余城 并迎接齐敏王之子田法章 回到齐国都城临兹继位 视为齐湘王 前274至270年间 赵国 秦国屡次进攻齐国 夺取数座城池 前265年 在魏19年的齐湘王去世 齐子田剑继位 视为齐王剑 齐母君王后摄政 前259年 秦军围攻邯郸 赵国向齐国借粮 被齐王剑拒绝 前249年 君王后去世 齐王剑任命舅舅后盛担任相国 后盛接受秦国贿赂 劝说齐王放弃合纵 并放弃修制作战军备 以嘲讽秦国 前230-222年间 秦灭韩 灭赵 灭魏 灭楚 灭燕 齐国都未曾出兵援助 前221年 秦将王奔率军攻入齐国都城林姿 齐王剑再次听从舅舅后盛的建议 率军投降秦国 随后 齐王剑被活活饿死 至此 历经江齐 田齐 共计825年的齐国就此灭亡 战国时代结束 秦国统一六国 大秦帝国的王朝开始了